国庆乡头52线道路 因为道路以及边坡年久失修 美玉豪雨 路面就会积水造成乡亲的危险 日前县长李明珍以及县议员邱美玲 在乡亲反应之后 也与县府公务处到县场会堪 李明珍县长表示 此一道路现况确实急需要来改善 在会堪后 也会要求公务处紧速来规划 让居民出入能够更安全 我们头52线 经过我们村长和邱美玲 议员建议已经有整修一段 下半段还没做好 今天来实地勘察 因为这北线都往前头去的 也已经差不多将近三十年了 还有钱大张都闭嘴了 如果整修路面这些北线 不过移并来整修的话 改善的话 两边这些北线就放下去 道路又中断 所以今天来勘察 确实有必要 县议员邱美玲表示 头52线道路路面以及边坡 已将近三十年没有维修 感谢县长能够允落重新施作 让乡亲们出入不再提心吊胆 也希望县府公务处 能够紧速来施工 让乡亲能够早日安心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县长来现场会刊 那日前因为我们村长代表的陈勤 我们来会刊之后 发现这边真的有施作的必要性 而且之前雨季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排水不顺畅 也造成路面吐石 日前也曾造成意外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 不要往后不要有在这个事件 所以赶快的把这个路面改善完成 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出入安全 副一长拍拳肯定县长的用心 也希望在会刊后 县府公务处能够紧速来规划设计 早日完成头52县的改善 还给乡亲一条安全的道路使用 记者陈伟一国信乡采访报道